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八卦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猫咪当家,明星家忠诚猫咪乐园 二偶像歌手现场教粉丝跳舞,舞步呈潮流 三电视主持人直播做饭,厨房便喜剧现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猫咪当家 明星家忠诚猫咪乐园 当然,尊敬的听众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当猫咪成为家中的主宰,甚至连明星的豪宅 也不得不臣服于他们那不可抗拒的魅力 想象一下,那些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光鲜亮丽的明星们 在家里可能正被他们的猫咪们牵着鼻子走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猫咪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能够轻易地征服人类的心 它们优雅的步态,深邃的眼神 还有那随意却又充满魅力的举止 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而当这些小生物走进了明星的家 那里就不再是简单的住所 而是变成了一个专为猫咪设计的乐园 想象一下,那些平时在红毯上光鲜亮丽的明星 回到家可能就要开始他们的第二份工作 成为专职的猫奴 他们可能需要为猫咪准备豪华的猫爬架 或者是设计一整个房间 只为了满足猫咪的娱乐需求 有的明星甚至会为他们的猫咪定制专属家具 或者在家中安装高科技的自动喂食器和猫砂盆 确保猫咪们能够享受到皇室般的待遇 而且,你知道吗 有些猫咪甚至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他们的Instagram账号粉丝数 可能比一些人类明星还要多 这些猫咪的日常生活被精心记录和分享 从他们的午睡到他们的打闹 每一个瞬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粉丝 不过,让我们不要忘记 猫咪们可不会因为他们的主人是明星就有所顾忌 他们可能会在明星的奢华沙发上留下抓痕 或者在昂贵的地毯上优雅地留下一堆毛球 但即便如此 明星们似乎也乐此不疲 愿意为这些小霸王们做出一切牺牲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不管是不是明星 猫咪都有着统治家庭的天赋 他们以他们的方式 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我们的新和家 而明星们的家 只是他们征服的又一个领地而已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 你家中的猫咪优雅地躺在你的床上时 不妨想想,也许在某个明星的豪宅里 正在上演着同样的场景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偶像歌手现场教粉丝跳舞 舞步成潮流 好吧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现象 它其实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想象一下 一个闪耀的舞台 灯光璀璨 音乐震撼人心 偶像歌手就像古代的宫廷舞者一样 成为了现代的仪式主持人 他们不仅仅是在唱歌 更是在传播一种文化 一种潮流 一种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域界线的舞蹈语言 这个现象其实很有趣 它反映了人类对于模仿和社交的本能 在古代 我们的祖先通过模仿动物的行为 来学习狩猎技巧 而今天 粉丝们模仿偶像的舞步 也是一种学习和社交的方式 这种模仿行为在心理学上 被称为镜像神经元的活动 它是我们大脑中的一种神经机制 让我们能够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 来学习新技能 现在让我们加点幽默来看这个现象 想象一下 一个偶像在舞台上展示了一个新的舞步 这个舞步可能是 他们在洗澡时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或者是在避开路上的坑洞时 不小心跳出的花样 然后 这个舞步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成为了全球粉丝的最爱 在街头巷尾 你可以看到 人们在模仿这个舞步 就像中世纪的市场上 人们模仿骑士的剑术一样 这个舞步的传播 也反映了现代科技的力量 在古代 一个新的舞蹈风格 可能需要几十年 才能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 而今天 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分享平台 一个舞步可以在几小时内传遍全球 这就像是一场文化的快闪活动 一种全球化的舞蹈文艺 最后 这个现象也告诉我们 无论是古代的宫廷舞蹈 还是现代的流行舞蹈 舞蹈都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 它能够跨越年龄 性别和文化的界限 让人们团结在一起 共同享受音乐和运动 带来的快乐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你的偶像 在叫粉丝跳舞时 不妨也加入进去 成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舞蹈派对的一部分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视主持人直播做饭 厨房便喜剧现场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桩非常有趣的现代厨房戏剧 想象一下 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的专场可能是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但一旦涉足烹饪的领域 就像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踏入了未知的丛林 首先 我们的主持人可能会以满腔热情介绍今天的菜单 但很快 这种热情就会在面对第一个挑战时遭遇考验 也许是一个顽固的罐头盖 或是一个不听话的搅拌器 这时 我们的主持人必须展现出与生俱来的即兴表演技巧 一边与这些厨房小妖精斗智斗勇 一边保持电视节目的流畅 随着直播的进行 厨房逐渐变成了一个喜剧现场 我们的主持人可能会在尝试翻炒时 将食物抛的到处都是 或者在品尝自己的作品时 做出夸张的表情 因为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放了太多辣椒或是盐 这些小插曲为观众带来了欢笑 同时也让我们想起 即使是最频繁的日常活动 也能成为一出精彩的表演 但是 亲爱的观众们 这不仅仅是喜剧 这位主持人的勇气和坚持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面对挑战时的任性 每当他在厨房中遇到一个新问题 他都会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去解决 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应对方式 也是电视节目中最吸引人的元素之一 最终 不管成品是美味佳肴还是厨艺灾难 我们的主持人都会以一种自嘲的方式结束这场直播 让观众在校生中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 生活就像厨房里的烹饪 不管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 享受过程 勇敢尝试 即使是失败 也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经验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主持人在厨房里闹出笑话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喜剧 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即使在混乱中也能找到乐趣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它能为你的日子增添一抹欢笑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三个有趣的现象 当猫咪成为家中的主宰 偶像歌手现场教粉丝跳舞 以及电视主持人直播做饭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猫咪的统治能力 舞蹈的社交力量 以及厨房中的喜剧场景 猫咪们的魅力不言而喻 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征服了我们的心和家 而明星们 即使是在红毯上光彩夺目 回到家也要成为专职的猫奴 为猫咪们提供豪华的待遇 而猫咪们也不会因为 它们的主人是明星就收敛 它们可能会在明星的家中留下痕迹 但明星们似乎也乐此不疲 愿意为这些小霸王们 做出一切牺牲 偶像歌手们 教粉丝跳舞的现象 展示了舞蹈的社交力量 粉丝们通过模仿偶像的舞步 学习新技能 并通过这种模仿行为 在心理上建立联系 这种舞蹈的传播速度 也反映了现代科技的力量 一个舞步 可以在几小时内传遍全球 形成一场全球化的舞蹈瘟疫 最后 电视主持人直播做饭的场景 让我们效忠带泪 这些主持人在厨房中 遇到各种挑战 但他们用幽默和自嘲的方式 解决问题 展现了人类面对挑战时的 韧性和乐观 这也提醒我们 生活就像烹饪 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勇敢尝试 即使失败 也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经验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家的猫咪 是否也是家中的主宰 你们是否曾经模仿偶像的舞步 你们在厨房里 是否也曾经闹出过笑话 欢迎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和想法 谢谢收听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